周日一早尽管下着雨 家长还是带着孩子来儿童乐园游玩 享受亲子时光 为了能让孩子家长作息相同 明年的寒假开学日也有调整 国小到高中学生原定 寒假是1月20到2月14 拟定会在2月15多放一天 2月16才开学 2月17再和家长一起补班 等于小朋友会连放27天的寒假 自由也比较不影响 应该也是规划出国吧 如果这么长的话应该会 国律 小朋友比较小 出国可能比较不方便 不过这样的调整会变成 2月15家长已经放完春节连假要上班 但小朋友还在放假 一天的落差还是存在 当然希望能够同步 就是我们上班他们就上课 可能要找保姆 或是找朋友帮忙带小孩 会比较麻烦 你12岁以下的孩童不能单独在家 人事行政局在做各种补价 调整假期这些的时候 至少稍微一致性 距离寒假大约还有半年 但已经有部分旅行社推出早鸟优惠 开欧洲团第二人折一万 锁定巴黎 英国 法国等8天到10天行程 另一家旅行车也在官网推出 寒假建议旅游地点 葡萄牙 土耳其 摩洛哥等 都要玩超过10天以上 疫情后寒假又多放几天 业者也看准商机 推出更多天数的产品 让消费者选择 体别新闻 学末在曹专人 台北采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